女生半夜失眠问你睡了吗 你会不会激动的以为你在她的心里很重要 接着秒回 没了 怎么了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你回了这句话 她就已经打开了和另外一个人的聊天框 兄弟们一定要记住 不管女生是主动说睡了吗 还是在干嘛 都是在向你打开情绪窗口 你错过了就等到第二次了 具体应该怎么处理呢 点赞收藏今天的视频 学会了不管是聊多平常的话题 你都能够复活女生的放心 之前有一个兄弟 追了一个女生四个多月 她每天都会聊天 还给女生送了一台车表明心意 但是女生总是逃避话题 到现在关系都不明确 忽近忽远 兄弟很痛苦 但是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害怕女生反感 更害怕女生拒绝 于是找到了我 其实这个兄弟的问题就很简单 关系肯定是要挑明的 但是要在合适的时机挑明 什么是合适的时机呢 是女生晚上主动发消息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的她脆弱感性 是升级关系的最佳时机 我帮大兄弟呢把思路捋清了之后啊 就带着她聊了几天 一直到第四天 女生晚上发了一条消息 睡了吗 今天失眠了 看到这个兄弟的消息以后呢 我也是愧疑全无 因为合适的时机到了 我让大家兄弟回 说吧 借多少钱 兄弟们是不是很好奇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回呢 很简单 因为你们好奇 女生也会好奇 只有这样啊 女生才会情绪有波澜 才会暂时忘记失眠的痛苦 把她的注意力 放在和兄弟的聊天之上 女生直接秒回了一个问号 然后说 为什么说我借钱 我们说半夜问人睡没睡 不是借钱 就是想她了 你总不可能是想我了吧 一句话 静可攻 推可守 这句话适用于大部分无聊的问候 不仅能够制造暧昧 调动女生情绪 也能够试探女生的心意 这里啊 女生回了 你也太自恋了 难道只要你不是借钱的 都是想你的了 注意了兄弟们 女生虽然否认我们的说法 但是不要慌 你要记住 女生谈恋爱 注重的是感觉 只要感觉到位 就不会有追不到的女生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哄透爱美加深感觉 也不是 但是如果我失眠 肯定只会给我喜欢的人发消息 女生会冷 你要这么说 那就晚安吧 好 试探的结果很明显 女生选择了不面对 那既然她要逃避 那我们也撤退 行 那下一次这种群发的消息 麻烦别选我了哈 兄弟们 一定要学会适可而止 女生只是不正视我们的测试 不面对这个兄弟的感情 那就适可而止 我当然不是让你们放弃 而是以退为进 化被动为主动 让女生着急 让女生去解释 果然女生秒会 什么群发呀 我只是觉得你睡得比较晚 而且我们又是朋友 才想着找你聊聊天 好了 女生确实解释了 但是这个答案 你们满意吗 反正我是不满意 一边解释 一边呢 用朋友两个字 来模糊和兄弟之间的关系 就说明 这个是女生的一个陷阱 如果换做大兄弟 自己去聊呢 那肯定就是直接变成了 真正好朋友 可是啊 这次一个兄弟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们直接回 我没有深耕扮演 配朋友失眠的习惯 龚玉帅其实 必先力气气 我们想要和女生 真正幸福的在一起 坚定有原则的态度 就是我们的力气 这次呢 女生过了十几分钟才回 我感觉你今天不对啊 你之前从来都不会这样说话 你怎么了 看到了吗兄弟们 但凡刚刚有一次妥协 女生都不可能主动的关心大兄弟 但是你千万不要认为 这个就是胜利的曙光啊 因为现在这个女生的关心 只是出于礼貌 大兄弟觉得她多好 她心知露明 所以现在的示弱 更像是烟雾弹 为她自己打掩护而已 把这些给大兄弟讲明白了以后啊 大兄弟才安心的 把下一句话发给女生 我们说的是 我是觉得挺没意思的 知道你睡眠不好 特地把你的消息强提醒 你却认为是我睡得晚 对你的百般照顾万事顺从 你却认为是朋友之间该做的 我们先把女生的不作为 摆在名念上 让女生的心理直面 和大兄弟的感情问题 过两分钟 我们继续说 现在看来我没必要继续了 放过你 你也放过我自己 大兄弟看到这句话很着急 为啥还要放弃了 我直接告诉她 先等几分钟 真的没结果呀 你再着急也不迟 过了十多分钟之后呢 女生发来了这么一条消息 我一直都知道你对我很好 也很珍惜我们这份感情 我本以为只要我不回应 我们就能够保持现状 不会分开 不会争吵 但你今天这样说 我真的很难受 感觉你真的不懂我 好兄弟 看到这句话 你不是什么感受 是自责吗 是愧疚吗 如果说你是这么想的 那只能说明 你真的是太单纯了 女生这么说呀 确实是在向你 表达自己没有安全感 确实是想要让你 更加懂她 但是更多的依然是逃避 还是不想直面感情 那我们肯定 不能不了了之直接回 确实不懂 不懂为什么 你能这么巧舌如簧 能颠倒黑白 把受害者描述成 加害者的模样 我口舌笨拙 我无话可说 这里女生隔了 半个多小时都没有回 我就知道啊 闻了 说明女生还在思考 她在反思 她在回忆 到这儿呢 我们离成功就只差 一步之遥 又等了一会儿 女生回来 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你越喜欢我 我就越害怕 我害怕 等我习惯以后 你就会离开我 不想承受这样的落差感 现在才是女生 内心真正的顾虑 也是一直逃避的 真正原因 我们要做的呀 也很简单 给到女生信任 和想要的安全感 我们回 爱从来不是选择 也不是不合适就分手 逆了就换 爱是由很多的瞬间拼凑起来的 每一个瞬间 我都能够完全信任你 爱你 我赋予你比任何 都能够更凶猛 刺痛我的权利 但我也希望你手下留情 几句话 把这个兄弟内心深处 对女生最真诚又炽热的爱意 表现的淋漓尽致 这个也是女生想要的爱 这里女生秒回 我之前好像做的真的不对 你今天能直接说出来 真的挺好的 我想当面跟你聊聊 可以吗 后续的情况 想必大家也都能猜到了 在这之后 大兄弟按照我提供的思路 跟女生全部聊开 现在两个人呢 已经见过了双方的家长了 得到了全家人的祝福 所以当女生主动找你的时候 就是你生级关系最好的时机 如果你想学习 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牺牲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相亲了 或方面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X5388 我来帮助你 如果新期待不上 请看我最新视频的结尾 记得我的最新联系放收 拜拜